澳洲宣布确定参加今年11月份美日应联合军演 四国将会共同地派遣海军出席马拉巴尔军演2020 此举是明显地针对近日在南海活动频繁的中国解放军 而澳洲的参与声明也势必地会让已经十分紧张的中澳关系再添变数 美国之音报导 印度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指出 在印度试图增加其他国家在海事安全领域之际 并且有鉴于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增加 澳大利亚海军将会参加2020年马拉巴尔演习 澳洲外交部长潘恩以及国防部长雷诺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表示澳洲将会应印度的邀请参加马拉巴尔军演2020 声明指出即将在11月举行的海上军演 将会让与印度、美国、日本和澳洲这些重要区域防卫伙伴连接起来 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马拉巴尔军演始于1992年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印度与美国两国的海军联合演习 不过演习到了21世纪之后 层次不断升高 日本参加多次之后 在2015年成为了第三个固定成员 而本次澳洲是相隔13年之后首次的重返马拉巴尔 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海军联合军演 印度前军官扬言 四国及其让马拉巴尔军演非常可怕 美日奥印外长早前在日本举行四国历来的第二次会谈 中国外长王已就批评 美国印太战略以美日奥印四国机制为依托 企图构成新北约 是过时的冷战思维 推行的是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 维护的是美国霸权体系 而澳洲在2007年之后 长期的没有参与马拉巴尔军演 外界就相信 主要原因是澳洲政府不愿意过分刺激中国 因此澳洲今次重返马拉巴尔 尤其的受到关注 时指美国川普政府推动美日奥印四国机制对抗中国 而澳洲近期也因为疫情 贸易 当地政治等等议题 与中国关系紧争 本次联合军演是为了要防堵中国海军势力的扩张 印度海军发言人夏马海表示道 四国共同参与马拉巴尔军演 将有助于反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展开军事扩张 夏马海批评中国在印太地区兴建军港 并且操纵了多个太平洋岛国 为了防止中国越过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日本会在上方顶住 太平洋大概由美国控制 澳洲则可同时地顾及太平洋和印太地区 接着印度也会协力放空 在中美对立情势日趋严禁的背景之下 中国今年高调地庆祝抗美援朝 新华社报导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 并且讲话指出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的旗帜 和朝鲜人民及军队一起赢得了胜利 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他声称 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和平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表示这一场战争 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必须要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似乎就是要向美方喊话 另外本次活动中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七名政治局常委和王岐山都参观了展览 而这也是中共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 董宏落马之后 王岐山首度的公开露面 董宏巡视曾经常年的追随王岐山 而不久前 中国网络才疯传了一篇 王岐山因病下课的文章 还称 可能接班人就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文章都已暗语写成 推敲了五中全会将发生中共高层的人事地震 美国学者韩联潮表示道 不论文章真实性有多少 都值得认真对待 因为中共人事现在全部是习近平说了算 而2020年的二十大又是习近平的关键事件 兄弟火提前站位确保万无一失 而在抗美援朝展览上再度露面的王岐山 并没有获得多少媒体的版面 外界仍然会持续地关注 习近平究竟会对高层人事布局做出何种处置 根据中国媒体指出 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省委会委员 以及高级法官张忠斌 在昨日下午被发现 于办公室中自杀身亡 苹果日报综合报导指出 张忠斌过去多次地主持扫黑专案 而他死前三天还曾经主持过扫黑除恶会议 19日午间曾经有熟人邀请张忠斌一起吃饭 但是他却一反常态直直乌乌 没有接受邀请 未料下午就传出了自杀消息 另外还有消息指出 19日上午曾经有湖北省相关领导找张忠斌谈话 当日下午40多 湖北高院的工作人员送文件到办公室时 敲门无人引答 张忠斌电话也无法接通 最后工作人员自行拿钥匙开门 这时才发现张忠斌已经死在办公室 张忠斌在中共体系之内的公职生涯资历相当的完整 他从湖北大学外文系英语组毕业之后 进入了中南政法学院念硕士班 专攻刑法 之后还拿下了法学博士学位 张忠斌进入法院体系就职之后 从基层的助理审判员一路升到湖北高院赴院长 而本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十分敏感 因为大约十天之前 中共的中央巡视组才进驻湖北巡视 接着就传出了其自杀消息 中央巡视组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巡视机构 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且报告工作 巡视工作结束后 各巡视组就要研究撰写报告 并且对巡视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最后将报告成交给中央核心团队 因此也有人将中央巡视 形容是当局的东厂 而目前湖北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相关的自杀案件 中国战狼连番的挑衅言论 终于惹怒了以和平著称的加拿大民众 当前加拿大朝野对于中国的态度提出了一致的看法 自从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捕之后 中加两国的外交关系就是持续的紧张状态 而现在 在北京当局恶霸式的施压情况之下 似乎已经持的两国关系到了难以挽回的局势 综合德国之声与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日前要求加国误给予香港抗争者庇护 甚至是雨带恐吓引起了当地媒体批评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本月15号批评加拿大 让一对香港夫妇以难民的身份申请政治庇护 是干预中国内政 并且强烈的呼吁 加拿大不要给予来自香港的暴力罪犯政治庇护 此外还表明了 如果加拿大议会通过任何与维吾尔人相关的议案 中国政府将会做出强烈反应 而加拿大副总理则是直接地批评从培武 主要反对党还直接要求中方应该要撤换大使 而中国外交部却并没有因为加拿大的反对声音 停止战狼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本月19号于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 上周在媒体访问中针对香港与新疆等议题的发言 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是完全正当的 并且批评加拿大媒体刻意地曲解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言论 他甚至发出了与从培武相同的论调 表示要加拿大多听一听两国商界地方和民间 希望两国关系尽快重回正轨的共同愿望 多为中加关系的未来考虑 还再次地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赵立坚放话的隔日 加拿大副总理方惠兰就在国会表示 加拿大将为中国的人权发声 也会支持住在香港的家国公民 而且再次表明 从培武的言论 从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两邦交国之间的合宜外交精神 中国知名的出版商耿肖南日前被当局拘捕 近日北京当局正式地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批捕 德国之声报道 耿肖南与她的丈夫是在今年9月初与朋友失联 北京海淀警方9月12号通过微博发布声明 这时两个人已经遭到刑事拘留 警方指控耿肖南与其先生的公司 涉嫌了印刷与销售非法出版物 而且在公司的库房找到了大量非法出版物 并且以非法经营将两人拘留 香港媒体则指出了 其委任律师尚宝军认为 耿肖南早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就给自己发出了委任代理书 当时因为许章润被嫖娼 耿肖南积极地奔走乏声接受媒体采访 呼吁释放许章润 当时他就觉得做了这些事情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及早地委任律师 甚至是为了不连累丈夫 开始走解除夫妻关系的手续 但是相关准备仍然敌不过当局抓捕的速度 耿肖南的公司在过去七八年之间 出版了大约八千册的烹饪书籍 但由于这些书籍没有获得中国官方书号 所以被当局视为是非法出版物 当局也是以相关的理由进行了拘捕 而在被拘捕21天之后 委任律师才得以进行会见 耿肖南指出自己被捕之后 连续的两周就被提换了20次 就算深陷牢狱之灾 他也还是不忘记关心自己的丈夫 与许章润等等朋友的安危 而依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机关最晚要在当事人被刑事拘留37天之内 决定是否批准公安逮捕或者取保候审 而现在已经确定了 耿肖南无法交保会直接批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一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такое